娱乐周到,无需客套,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2020年12月26号,TVB初代女神欧家慧在美国逝世,享年82岁 对于年轻一代观众来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 没人知道她的生平事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影视作品 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家慧是圈内出名的女神 她个子高挑,面容较好,身材也完美 就香港大佬惠英东、刘浩清都曾追求她而不得 向往爱情的欧家慧选择了名气声望远不如自己的合手性 谁知这个选择也没有让她获得爱情,反而收获了无尽的心酸 才子家人的故事并不圆满,甚至比大家想得更心酸 1939年,欧家慧出生于佛山南海 17岁的时候被当时非常大牌的邵氏影业选中,嵌入旗下,成为专业远员 随后几年她参演了雪山飞湖、体笑姻缘等知名影视剧 欧家慧五官标志,性格随和 几部影视剧之后成为香港当之无愧的初代女神 美貌与才华聚集一身,就会吸引格外的目光 据传闻,慧应东当年曾苦苦追求欧家慧 但是对豪门完全没有兴趣的她并没有答应慧应东 尽管如此,慧应东仍将她视为自己的红颜知己 甚至曾将正在盖的一处物业大楼命名为嘉慧园 同样的时候大佬刘浩清也不示弱,她也大手笔追求女神 然而女神还是不为所动 刘浩清曾经也将自己公司旗下物业命名为嘉慧园 只不过她的物业是在上海 因此有人开玩笑说,欧家慧的物业遍布全国各地 尽管以她的名字命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都不是她的 她看重的并不是这些 对傅家公子不为所动,对豪门不感兴趣 欧家慧一心想追求自己的爱情 35岁这年,欧家慧遇到了何首信 当时何首信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透明 而作为演员的欧家慧已经是香港家喻户晓的大姐大 两个人结婚,业内甚至包括观众都特别不能理解 女神嫁穷小子的戏码年年都在上演 穷小子名望地位起来之后变成了复兴汉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可能欧家慧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个例外 相信自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她只知道她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爱人 她要帮助他飞黄腾达 她要嫁给他,跟他生孩子过日子 谁知道自己亲自选择的这个人却伤自己最深 原来自己也不例外 何首信1940年出生比欧家慧小一岁 但是她高大帅气又有才华 尽管当时她的这种才华并还没有显现出来 机缘巧合下何首信主持了一次体育解说 当时是澳大利亚代表团来香港 何首信专业的主持稳健的台风 幽默风趣的语言给大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也是在这时期她认识了欧家慧 何首信1972年加入无线电视台比欧家慧晚两年 当时还是新人的何首信主持欢乐经销 与欧家慧开始熟悉 面对名气事业人脉 样样比自己好得多的欧家慧 何首信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毕竟能跟女神在一起 肉眼可见的可以提高知名度 欧家慧她虽然不爱财 但是爱财 很快就答应何首信的追求 两人相恋并于1973年结婚 结婚后一心向往家庭生活的欧家慧 便回归家庭 全心照顾丈夫的生活 而何首信因为这场婚姻名声大震 并于结婚当年开始主持港姐选美比赛 事业开始一路走高 眼看着丈夫的事业慢慢有了起色 欧家慧发自内心的高兴 毕竟那个年代 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 认为丈夫的成功就是自己的荣光 对于丈夫在外面的应酬 她从来不过问 对于丈夫的工作她竭尽自己所能 将自己认识的对何首信有帮助的人都介绍他们认识 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希望大家能够给何首信更多机会 然而婚后的生活甜蜜没有多久 穷小子背叛夫家小姐的戏码再一次上演 结婚之后 何首信工作越来越忙 而欧家慧作为女神级明星 婚后一直在家里 与公婆的相处也不是很顺利 原本公婆她们觉得欧家慧这样的女明星就不是过日子的人 娇生惯养的习惯了 平时言语间难免有一些不满 哪怕欧家慧决定婚后好好过日子 对于娱乐圈的那些繁华也早已如过眼云烟 即便如此 公婆还是觉得 而自娶这个名女明星不如娶一个做家务能干 能伺候老人 能生孩子的农妇 两代人互相不能理解 何首信工作又忙 很少在家 对妻子和父母的这些矛盾她根本不能理解 甚至觉得欧家慧小题大做 对老人没有包容之心 娇礼娇气 如果说日常琐事还能够忍 毕竟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 那么何首信公然出轨 就是让欧家慧非常难堪的一件事 何首信在主持节目时认识了汪明泉 两人年纪差不多 经常合作 可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虽然两人平时有说有笑 但身边的人并未在意 毕竟两个都是已婚人士 大众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朋友交往 但当时汪明泉和丈夫刘昌华 感情也出现一些问题 何首信已是金牌主持人 天长日久 两个人暗生情愫 但欧家慧许久在涉足演艺圈 对这些传闻也不太知情 直到有一次 电视台有直播活动 汪明泉旁若无人地牵起何首信的手 宛如热恋中的两个人亲亲我我 欧家慧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 气不打一出来 随后他质问何首信 反而被不耐烦地敷衍过去 说他想太多 根本没有这些事 可是常文愈演愈烈 到了欧家慧无法忽视的地步 拒绝富豪放弃事业 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欧家慧此时并没有想到离婚 他只想着丈夫能够意识到错误 悬崖勒马 但自己毕竟没有工作 甚至丈夫因工作 与汪明泉相处的时间 比与自己相处的时间还要多 但到后来两人已经完全不避讳 甚至比热恋中的男女还要黏黏乎乎 据传闻 有一次欧家慧到电视台去找何首信 又遇到他与汪明泉 两个人有说有笑 轻轻觅觅 欧家慧怒火中烧 走上前去 扯汪明泉的头发 两个大结代一样的人物 就这样在电视台撕打起来 一旁的何首信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其他人赶紧将两人拉开 然后各自规劝 事情才平息 不过顾及三个人的名声和碍于面子 这只是电视台内部的事情 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媒体上 就这样私下过去了 跟公婆相处不愉快 本就郁郁寡欢 现在丈夫还出轨 欧家慧这一次彻底想清楚 决定立马离婚 就这样 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 就宣告结束 离婚后 欧家慧去了美国 远离香港这个伤心之地 并且在那边结婚生子 好在丈夫十分疼爱她 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这边 何首信 离婚事件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她仍是主持电视台重要节目 恢复单身的她 不仅没有跟汪明泉结婚 反而因桃色新闻上八卦头条 欧家慧身材高挑 又热爱游泳 身形优美 即便如此 何首信仍是喜欢上了汪明泉 汪明泉离婚后 与何首信 分分合合 纠缠多年 并没有修成重骨 反而何首信因桃色新闻上头条 还要汪明泉帮她来解决 1985年 香港法院不公开审理了X先生事件 这是一桩桃色新闻 由于当事人知名度太高 在香港是皆知向文的名人 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 且媒体在报道时 以X先生代替 尽管如此 大众还是知道 X先生就是何首信 而事情的起因是何首信 在电视台参加活动之后 找了一个舞女并带去酒店 刚刚坐下 房门就被踹开 几台照相机不停地拍 来的人声称是舞女的男朋友 要求何首信赔钱 否则就将照片公之于众 如果真的被公布 那么事业全毁 何首信只得妥协 答应给他们钱 明知他们不会就此满足 且知道他是名人 会一再勒索 何首信也没有办法 保住工作和名声要紧 这时还是汪明泉帮了他 有警察系统的高层转行 做艺人 跟王明泉是非常好的朋友 何首信将此事告诉王明泉 并向他求助该怎么办 王明泉找到这个旧相识的人 希望他帮帮忙 对方出主意说 何首信私下报警 录口供 警察秘密行动 顺藤摸瓜 揪出敲诈勒索一行人 人员全部到案后 采取不公开审理 几人全部被判刑 尽管媒体想保全何首信的名声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大众都知道这就是他 这下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了 何首信去了加拿大 在与汪明泉纠缠缠期间 何首信与陈丽丝也是不清不白 远走加拿大之后 何首信便与陈丽丝结婚 至此这段故事才画下句号 香港名记扎小新 后来通过关系 找到了X先生事件的舞女 据扎小新描述 这个舞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有点黑有点瘦 身材非常单薄 完全不能算漂亮 只能说非常普通 跟欧家慧 汪明泉等大姐大完全没法比 可是身边美女如云 何首信照样找舞女 可见男人出轨 跟女人漂亮不漂亮 并没有关系 这只是天性释然 欧家慧去了美国之后 几乎跟香港这边 没有任何联系 只有和曾经关系 比较好的几个同行 一年会打几个电话 薛家燕就是其中的一位 薛家燕曾经说 她去过欧家慧家里做客 大大的花园非常漂亮 里面是欧家慧和丈夫 及子女一起种的花花草草 还有果树 田园生活非常惬意 不幸的是 晚年欧家慧患癌症 虽有丈夫在身边细心照料 但在2020年12月 欧家慧还是因病去世 被香港媒体称为花王的何首信 在加拿大那边做了几年节目 2006年再次回到无线电视台 开始主持节目 欧家慧去世后 有人采访何首信 她只说希望前妻一路走好 尽管只有两年的婚姻 但这段经历给欧家慧心灵 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 不知道九泉之下 她有没有原谅这个 曾经背叛自己的人 如果说欧家慧选择何首信 这场婚姻是一场博弈 那么她不仅没有得到向往的爱情 反而收获了无限的心酸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